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,国立台湾交响乐团今年欢度72岁生日,为了让民众接近古典音乐,将音乐与科技结合,在音乐文化园区内打造音乐魔法森林,民众只要拿着手机,透过影音科技的AR、VR互动体验,就可欣赏音乐,并了解法国号、长笛等乐器结构,还能透过Connect肢体感应技术,当其指挥家、团圆, 让道场体验的小朋友都觉得很新奇 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乐团,今天举办72岁团庆,除邀请书法大师洪喜等人现场辉豪,还带领大家体验赤资600万打造的音乐魔法森林,刘璇勇团团长透过Connect肢体感应技术,跟着小朋友一起体验打鼓,指挥乐团 第一次体验的幼儿团小朋友都觉得很新奇 刘璇勇团长说,国台交拥有演出技巧最佳的团圆,并有丰富的古典音乐资源,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,以及几乎人手一级的时代 今年特别在园区打造音乐魔法森林,将音乐和科技结合,让民众只要透过手机就能了解古典音乐的相关历史,并认识包括法国号等乐器的构造,让小朋友爱上这个地方 国台交资料组组长何金林表示,民国98年国台交成立音乐文化园区推动音乐教育,为拉近民众和古典音乐的距离 今年特别结合科技打造出不同以往的音 乐魔法森林总共设计10个关卡,民众只要透过手机就能一关一关体验 星座脚响乐与大世纪音乐森林魔法演奏家等关卡,提醒园区除了平日,假日也有开放 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